康蝦R營地 經過大尾都過了沖沛搭W交藤的小巴 過了紀念碑的彎位下車 一下車就看到一個停車 再向前走五至十分鐘就到營地 一下車就會發覺很安靜 如果沒有車的話其實這個位置是非常安靜的 到了右手邊就是燒烤桌 就會有停車桌 公共廁所也在那裡 對面就是露營地點 在馬路邊,非常方便 進去分開兩邊左右邊 都是分開大約三層 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 都有很多位置可以窄型 不同大小也可以 都有少許薯根和平地多 比較硬 所以進入釘會比較難 電話訊息就有光 我就選擇在最上層右手邊角落 摘營 再多地方就是在左手邊最上層 那你一去到這個營地 就會發覺到很多燒過的蠟燭和香 不知何時 這些蠟燭和香燒就不知何時 燒完之後就沒有再清潔過 再清走過 不知為何 整個營地都滿了這些燒剩的香 還有蠟燭 樹底 旁邊 旁邊 還有圍邊 也有很多燒過的香 所以 下午晚上來到的營地 可能會有少少恐怖 對面的廁所 對面的廁所 標準廁所 有廁所水 如果想煮飯的話 廁所後面也有山水 可以拿到的 如果是煮飯的話 我就比較喜歡用山水 可以拿到的 營地的不好處就是 有很多光污染 雖然不是多車 但是開車非常快 而且它是 半夜都會還有車 比賽車 跑車 整晚都睡不到 因為非常吵 你看到了 一邊燒著火 看出去 都會看到一條 馬路很光亮 但是沒有車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安靜的 因為沒有風 也沒有動物 真的很可惜 很多人開快車 我寧願回去充沛 今天就順便說 沖背營地 因為也是那間小孩 去新涼探的小巴 你看到 沖背對出的 那個湖 也有人露營 但是不是官方營地 所以不可以露營 趁現在沒有人 我們快鏡進去看 沖背營地 真真正去看看 那地方就很大了 右邊 看到有標準公尺 還有右邊是整個 翻身過的 燒烤路 就是特別一點 可以用叉燒烤 以及用網燒烤 它就起賣給你 那也是 對 路邊 幾層 很多地方 但是就出了名 多人 還有 就會有很多外傭 都很歡迎來到這裡 他們都很喜歡來這裡 露營 那就比較初級 雖然說是初級 但是 因為這條馬路 剛才也說過 很多快車 其實 要很小心 但是這邊的好處就是 它的廁所和營地 在同一邊 馬路的同一邊 所以就 會好一點 如果你們看出去 看著湖那邊 其實是不可以露營的 那 就 經常有 漁護處人 是巡邏的 就看到都不少次了 就會警告你們 不可以露營的 有可能會收到告票